主料,芝士50克,洋葱50克,模糊50克,水果彩焦50克,培根200克,面400克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和面,就是和普通的和面方法差不多,只是可以将水换成牛奶,这样做出的面饼奶香十足,口感更加好,和面成团,光环后, 盖住是不等发酵,面团发酵成两倍大石,拿出,继续揉捏,挤出气泡,二次发酵,即可,披萨模具刷上一层橄榄油,面皮干成需要的大小,整齐入模,摆弄整齐就行,喜欢不带边的,那就不要那个边边好了,这个是带边的,均匀刷入番茄酱就像涂鸦的那样,很有趣,总之均匀就好, 不喜欢番茄酱就换了呗,蛋黄酱,也不错,然后撒上刚才的料,也可随心排成美丽的图案,蔬菜放下面,肉类放上面,这样肉类烤得很熟很香,最后把芝士切调均匀盖在上面,放到预热200度的烤箱中,烤15-20分钟,倒背面香脆,正面金黄即可, 新鲜出炉香味刺激,你可以把它当成早餐或者宵夜,烹饪技巧,披萨店中还有一种脆薄披萨,就是面皮很薄,很脆,不带边的那种,如果你喜欢,就烤的时间稍长一点,更加焦鲜一点,面皮可以稍微薄一些,入模时不要转边即可,就像这样差不多了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